這個新增或刪除就自己再加上去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們來看把那個剛剛的程式部分做個修改 那我改哪些地方 其實原來的部分是這一些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我們會有跨工作表的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以前寫的習慣是只有寫到range 因為沒有指定的話 那他不知道是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以後的話變成要多增加一個什麼 工作表名字也就是在range或者sales前面 跟他講說這個是屬於哪個工作表裡面的資料 這樣子的話 將來就不需要切頁了 也是多一個啦多一個工作表名稱就OK了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做 多個工作表以後反正你就這樣做就OK 那我做了哪些變化 第一個 我先加入什麼 加入回圈 不過回圈i j 已經被用掉 那乾脆我用s好了 s假設是 s 的縮小 這個名稱的話 OK 無所謂 你可以選 想一個 你可以熟悉的名稱都可以 但是就你不能就是打一個sheets 因為sheets這個名稱是工作表名稱 物件名稱 你不能跟他同樣的名稱 所以我用s 那這個就可以跑所有的工作表對不對 那中間的部分的話是剛剛的程式只是多一個什麼 把range前面加上什麼呢 就是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第幾個工作表我們用s來代替 第一個就是sheets se 就第一個 然後呢 他的 列 到第幾列 藍到第幾藍 然後這個都一樣 這個前面都這個一樣 只是說我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r 那這個r是什麼呢 r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每一個工作表 總共有幾列 對不對 總共有幾列你要 第一次不用嘛 第一次不用知道 但第二次之後要補在 第一 第一個的工作表的 總列數的下面嘛 所以這個r 的意思就是說要加幾列的意思 那第一次 r預設值是0好了 假設預設值0 那這樣的話呢 他的位置 第一次一定會跟 跟那個 1月份是一樣的位置 對那2月以後的話呢 我就怎麼怎麼來加呢 就是說呢 當我 這個回圈跑完之後 我再來把它記下來 因為 這個回圈跑完之後 他還是1嘛 那我去 把 1月的那個 總列數有沒有 加起來 那加的話就是r r等於 R 假設有31列的話 那就是把31加起來 那下一次要補的話 他就會加在31 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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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